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调皮 你呀 总是不吸取教训 放心 我可是连世几次击败数真天的小义大侠 快点赞 快点赞 早就提醒你 叫你不要乔皮的 鹿烈烈 我们干嘛来唐朝找龙女姐姐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你不说我当然不知道了 快说 快说 别卖关子了 传说 动提湖龙王的三女儿深得龙王的宠爱 因此将她送往天界修行 而三龙女生性顽皮 不受拘束 她无法忍受仙剑森严的戒律 渴望自由的她选择偷偷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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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里水流潺潺 植被繁茂 真可谓人间仙境啊 这水非但是清澈见底 而且温度宜人 身体的疲惫似乎也消除了 真是太神奇了 好景不成 三龙女私自下凡的事情很快就被天庭发现了 于是派遣天兵天将想要捉拿三龙女回天庭 三龙女 你触犯天条 私自下凡 可知罪 我热爱自由 不愿被清规戒律束缚 还望大仙放我一马 不知悔改 今日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自知不是你们的对手 但今日让我放弃追求自由的权利 我宁可做一名普通的凡人女子 不好不好 拿着想想 三龙女居然自己将法令封印 将军 她如今变成了一名普通凡人女子 我们万万不可对凡人动手啊 我这就将此事禀您天公 三龙女 你竟然自行封印法力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 但是你触犯天条 若不诚挚 难以负重 今日将你发落到万幸园外家牧羊 期限三年 如果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现在三龙女应该已经变成一名牧羊女了 哦 原来如此呀 听上去你对这些故事都挺熟的呀 哼 别忘了 我可是金龙所画的白鹿 龙家的事情多少都知道一点 同样是龙女 人家可以复活东东 你就没这个本事 平时还好意思说我呢 小姨 你一个人又在嘀咕啥呢 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我不告诉你 站住 看本姑娘怎么教训你 小姨 别跑 站住 疼死我了 小姨 你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呀 我听到有人叫我站住 所以我就停下来了 谁知道你会一头撞上来呀 有吗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明明就有 声音似乎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走 我们去看看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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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是我贼 笨蛋 那是我的台词 再来一次 此路是我坑 此树是我贼 想从这里过 你怎么回事 我还不得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看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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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劫啊 我一名穷出生 哪来的钱啊 你们就放过我吧 身上多少也会有点盘缠 统统交出来 可以免一些皮肉之苦 要不然 沙包大的拳头怕不怕 真没见过这么搞笑的山贼 谁 赶紧给我出来 原来是两个乳秀未干的小毛孩 赶紧一边玩去 打劫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不要妨碍我们办账事 不然让你们挖大虎 有老虎 那么小一只老虎 怕什么你 今天有我小一大侠在 我是不会放着你们欺负人的 现在的小孩子胆挺肥啊 可 可 可叔叔 怎么教训你们 巴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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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会法术 什么法术不法术的 一看就是骗小孩的把戏 你要不放心 咱们一起上 瞅不瞅 一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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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轻起 你没事吧 不爱不爱 只是那位小哥为我出头 这不太合适吧 放心吧 遇到小一可算是那两个笨沾嘴倒霉了 就这点本事 还学人家当山贼 真丢眼 哼 今日 得两位瑕士相助 小生我感激不尽 希望二位能够留下姓名 他日 我都高中 定要好生报答二位的恩情啊 不用 不用 举手之劳而已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小生风才说的话 如有冒犯 还请瑕士见谅啊 瑕士 我果然是小义大侠 是 这位瑕士 他 甭管他了 我叫陆琳琳 你呢 小生 柳逸 原来你就是柳逸 你认识他呀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三龙女的故事吗 后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柳逸家境贫寒 借足盘缠 准备进军赶考 路上遇到了因为放羊时 思念龙王而哭泣不已的三龙女 于是打算帮助三龙女 将三龙女的义封家书送到龙王手里 那我们岂不是救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呢 不错 这样正好 我们只要和他在一起 一定会遇到三龙女的 是啊 要不然这么大的地方 我们去哪儿找三龙女啊 这下算是遇到有缘人了 柳逸 你可是要进京赶考 嗯嗯 正是 小生我苦读十年 就是为了这一次 哈哈 那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同行吗 那太好了 这样一路上我们大家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可以带过去哪儿 啊 再来 一路上 我我们可以带过去哪儿 我们可以带上去哪儿